美国终于升息了 美股三大指数猛拉尾盘 台股今天也抢抢棍 美国联准会这个月15、16号就召开了利率会议 台湾时间今天凌晨就宣布升息一码 符合市场预期 基准利率还到了0.25%到0.5%的区间 这也是美国自2018年12月以来的首次升息 2020年初联准会为了要缓解疫情冲击 宣布把利率调向到接近零的水准 现在经济逐渐复苏 就业市场上强劲成长 加上通膨飙升 以及战争推动商品价格走扬 对美国经济造成压力 因此决定出手升息 CNBC报道 当局预估今年接下来的六次利率会议都会升息 在年底会达到1.9% 而2023年将再升息三次之后一年都不会再升息 至于经济前景 官员还下修了美国今年GDP增长率 预估来到2.8% 通膨预估则是上调到4% 想看更多按赞加分享